夏天到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凉菜 口水鸡是一道喝酒下饭的必备生菜 光看外表都特别的有食欲 很多人想在家里做这道菜 但是不会挑料之,不会猪鸡 今天呢,我来告诉你 大家好,我是唐广灿 今天呢,教大家做假听版的口水鸡 首先,这个煮菜料怎么选用当年的一只小公鸡 做口水鸡的鸡菜料没有任何挑剔 只要是鸡新鲜 但是呢,就是千万不能用老鸡哈 首先呢,为了装盘好看 咱们先把这个爪子给剁掉 剁爪子的时候记住了 千万不要从管节处剁 要从管节下面剁 这样一来煮出来的鸡呢 就不会从腿部退皮 剁出来装盘以后呢 就特别好看,有食欲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去除挤脖子上面的淋巴 挤脖子下面这块皮上面有淋巴 一定要把它去掉 随后咱们点火气过,锅中加水 锅中放入一根小葱 两散面成一样 再放少许的料酒,去性增加 锅中加少许的烟,增加底味 但是不要给的躲哈 咱们大火把锅中的水烧开以后 一个手踢着鸡脖子 把鸡放下去,再踢起来 像这样一定要重复三遍以上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割鸡烫坯 让它的坯呢,在这个温度下使然开来 这样我们煮出来的鸡呢 它就不会破坯了 剁出来的,它就好看 也别忘了哈,把鸡头一个反过来 烫一下,最后放入锅中 差点忘了哈,这个鸡爪也给它加进去 一起煮,别能吃 像这种鸡,竹子的事件 大火出开以后,转小火再煮十分钟 随后管火,盖上盖子 再猛炮十五分钟 这个事件呢,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具体竹子的事件 要根据你这个鸡的大小和老人的冲突自己判断 接下来呢,咱们来挑料纸 首先呢,是四五头大蒜 用刀泡沸沙沙之后 给它斩成蒜末 再找个喷,给它夹在碗里面 烘的小米辣椒,咱们能吃辣的多放 不能吃辣少放 给它切碎之后呢,也是加入丸状 随后呢,我们再准备两个小葱 这个小葱呢,咱们有两个用途 先把葱白和葱叶分开 葱叶呢,放在一旁,另做用 这个葱白呢,咱们给它给切碎之后 也是加入丸状 口水机一定不能少的就是生姜啊 选一小块生姜啊 把它这个批呢,全部给去掉 最后用刀持进的配杂 给它配到洗碎,洗碎为止 最后呢,再用刀背持进的敲 把它敲成这种细细的酱容 以同加入丸状 切好之后呢,再用一勺热油 整理机就会能这样搞好 给它下去给炸响 很多人在家想做口水机 但是呢,不会熬红油 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老干妈的油辣椒 一只鸡,咱们用小勺子 稍微的往里面加个三四勺 它这个红油特别重重 颜色也特别好看 而且呢,还不怎么辣 调味啊,咱们用这个生抽 冻骨的一瓶馅酱油 用别的这种生抽类的酱油都可以 像这种大勺子,咱们加两勺生抽 一勺醋 生抽中本身焊有腌 有增加底味的效果 这个醋呢,就是开胃的效果了 凉拌菜呢,一定是不能少的 搭配上红油呢,这个味道更好 家里边有炒熟的芝麻 一定要躲晃一点 这个芝麻有增加参差感的效果 而且看上去特别的有湿域 而且呢,还有增香 一定要稍微的来点汤 总和一下酱油的鲜味 同时呢,还有剃馅的效果 加这个凉香烧子就够了 还可以稍微的放点这个鸡精 剃馅啊 咱们如果说怕吃鸡 种族的就不给了 用烧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咱们的科尔基料汁呢 就是完成了 锅中的鸡,咱们进过了猛泡 现在已经收了 包出来一定要放在饼垂中 去给它饼镇一下 这样它的皮肺更脆 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去除 表面的优质 让剁出来这个鸡啊 更加的漂亮 而且看上有失于不优腻 下面呢 我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装盘 先把它挤脖子给它给剁下来 最后去除几次 再从两侧将挤腿 给它给卸下来 这样呢,是柴馅分割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几熊肉 两个几次 外架两个几腿和几头几脖子 先把背部拆下来的肉 给它装在盘子的中间 最后,几腿给它给剁碎 直接压上去 几块在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大小举鱼 这样装盘在中间 看上去特别的有失欲 最后呢,再用几熊肉给它剁碎哈 也是剁头的创跳 直接盖在上面,这样看上去就特别的宠湿好看 再把主收的挤爪 这个指甲给它修一下 摆在后屁股的凉面 几次呢,咱们直接给它剁碎 再把它摆在凉面 形成一个大烹斩翅的样子 挤脖子你要是喜欢吃就剁在上面 不然如果牵起垫腻腻 挤头从签面皮开 摆在签面 这样一个景点高大上的撞盘 就制作完成了 一再加 如果说能把这只鸡的撞盘给剁好 你就能去大酒店干凉菜了 工资起码五千公斤一个有 最后叫上挑制好的料汁 再撒上签面剩下来的小通话 这样一盘看上去非常有失欲的科威脊 就制作完成了 适合夏天减脂健身的人吃 特别的有失欲 而且容易入口 如果你学会了 请给我点个赞 记住了 我是圈王最细的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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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或订阅